你这一场啊 就都是你猜不到的人 而且我就觉得 这可怜孩子今天要被折磨了 来吧 不是 我上次也就一个都没猜对 多久没见 半年多了吧 一起演出太多次了 他特别热爱音乐 所以每次在一起聊到 最多的话题就是音乐 此时此刻 三座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来吧 第一个你想建哪一个房间 我觉得咱们按顺序了 就是这是一吧 对 一二三就从一 一号 好 第一个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男的 女的 在作品上可男可女 第二个问题 咱俩多久没见面了 云飞现在可以啊 有进步啊 比第一次来说强多了 我今天好好研究一下 是不是看节目来着 咱俩多久没见面了 对 经常见面但又遥不可及 哇 我的天哪 那就是网络上经常见面 云飞啊 咱俩关于那么好 我哪能把你掉坑里呢 是不是 来第三个问题 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七年之阳 哇 我唱过很多歌曲 你最熟悉的是哪首歌 好 你最熟悉我唱的是哪首歌 哪首歌我都很熟 我的天哪 就从这句话 心里面有点眉目了 你去过我家里面吗 看过没去过 哎呀 就刘大成 好 到底一号房间中 是不是歌手刘大成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欢迎石头 伤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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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来 哎呀 伤心了呀 你啥都唱过女星的 我当然唱过 歌手石头 一一曲雨花时 收获无数鲜花和掌声 她与同为星光大道节目 走出来的云飞 不仅是音乐上的伙伴 更是生活中的好兄弟 今日 她将爆料哪些 属于他们之间的趣事呢 哎 石头你跟云飞认识是哪一年啊 应该是她比完赛后就认识了 其实是七年多 不到八年 应该是这样 你那个时候对她印象怎么样啊 这小伙挺文静 她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 就是在人品形象和作品上 都很统一的这样一个人 对 她唱的歌也很阳光 然后人也很阳光 长得也很阳光 就是这样一个很统一的一个人 你跟石头哥俩喝过酒吗 喝过 你们俩谁酒量大 他不行 他不行 你怎么不事实求是 头一回我们在哪喝 那是一个 就喝完了把酒碗摔掉这么一个 才能是哪来的 贵州 是贵州 贵州 他们那个饭店挺有意思 准备那些小泥碗 对对对 喝完就摔一碗 喝完了就啪往地下一摔 摔一屋子 对 解气 解气 特别豪横 把她最后摔完 最后摔完往我身上摔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很熟了吗 还是第一次喝酒 那是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有机会喝酒 他喝多了也这样 他喝多也这样 他也不会 当时不闹 他倒不会 他没有那个 就是该开心归开心 但是还是还是这个状态 我脚头真的还挺好 是吗 我也这样 云飞和石头 他们都属于通过 中央电视台当时一档 非常火的选秀节目 被大家熟悉的 石头你在参加这档节目之前 你做什么职业 我那什么都做过 比如说 保安 擦车 卖保险 然后歌手也做过 服务员这些 你还在饭店里做过服务员吗 烤菜 跑得非常专业 是吗 怎么跑啊 就是我们会到那个送餐 出餐的那个窗口 拿着餐 上面会有个纸条 哪一说哪一号 然后我们当时 我那个酒店是四层楼 有个人跑嘛 来回跑 那多长时间 那几个月下来 我那腿粗的 好好快 每天跑 那些怎么这么细 那种腿 现在还行啊 主要是不跑菜了 不跑菜了 也就是说 其实那个时候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还可以站到大舞台上 没想过大舞台 但是看见舞台 会有一个想要上去的冲动 不管什么样的舞台 所以云飞你很幸运 就想着 满脑袋就是唱歌唱歌 人家哪给你打电话 让你去唱你就去 对 那个时候 你去唱歌的时候 也去那个 就我们早期听他们讲 上次我采访谁来的 说在澡堂子里还唱呢 你有去过吗 那我澡堂没去 都没唱过吗 我没唱过澡堂 我还在上不上底下 拍脚 以为是鼓掌了是吧 来掌声响起来 你就别吱声就有啪啪啪 有规律 有节奏 哪有那个 那是你咕咕寡闻了吧 那不是影响你唱歌吗 影响唱歌吗 那么他们在下面 音乐的声音 你要一响就会盖过他们 哪有这么大声音 就把那客人打死了 你那不是 还有这样什么 这样证明 但你去 比如说婚礼那时候唱吗 唱那个唱 那个唱 婚礼真唱过 我印象当中 我参加婚礼 就在婚礼上唱歌 在杭州最多 在杭州多 因为我在杭州 大概十来年嘛 所以说呀 你这个就是缺客 你现在虽然唱得很好 但是你要想 再上一个台阶 去找堂子唱一唱